鱼虾养殖的一天又开始了,来看看鱼塘,有没有什么情况。 一来,就看到有鱼领盒饭,这都是在我的意料之中了,我最爱的白色鲫鱼又领盒饭了,真的好伤心啊。 随处可见又是一只领盒饭的小鲫鱼,难道,我是真的不适合养鱼吗? 只好先送它们回老家了,现在只好拿上超网和水桶,出去抓点鱼回来。 来到了村子附近的小水沟了,寻找一下里面会不会有鱼,一来就看到一只鱼,跑得是真的快啊,抓都抓不到。 咦,水底这是啥啊? 哇,竟然是一只巴西龟,而且它的颜色还是黄金的,怎么会有意外的惊喜啊,真不错啊。 先把捡到的乌龟放进桶里吧,来这里抄一下,看看能不能把刚刚的那只鱼给捞上来。 好像没有看到鱼啊,都是一些小虾咪,算了算了,不要了。 刚刚那只鱼跑掉就算了,现在提上水桶继续寻找一下有没有收获吧。 呀,我好像看到水沟下面有个东西了啊。 哇,没想到又是一只乌龟啊,这只乌龟是绿色的,和刚才那个乌龟颜色不一样,难道这只乌龟是变异了吗? 赶紧放铜里去吧,提上收获向着前面继续看看会不会有意外的惊喜吧。 咦,刚刚我好像看到这块青苔下面有动静啊。 哇,又是一只乌龟,不过,这个乌龟是不一样的品种,你们有人认识这个乌龟的吗? 我还是第一次见过这种乌龟,这个乌龟有点不一样啊,而且它还特别的凶,还想咬我呢。 你们有人认识的话,麻烦告我一下这个是什么乌龟吧。 再来这里抄上一网看看能不能把刚才跑掉的鱼给它捞回来。 看到一个鱼,哇,这是小鲨鱼啊,你们看,多么的可爱啊,你们说这只鱼放在鱼缸养会不会很好看啊。 再给桶里来点农夫山泉吧,以防鱼而领盒饭了。 最后再来看看今天比较意外的惊喜吧,一只绿色乌龟和一个不知名的乌龟。 如果你们认识,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吗?你们看还特别凶呢。 今天可算是没有下雨了,来看看乌龟们吧。 这些可爱的小乌龟都爬在石头上面晒太阳了呢,还是你们会过日子哈? 就是乌龟缸的水有点脏了,我感觉需要换个水了。 说干就干,先给乌龟缸给放在这,再把这些小乌龟们都先放在这旁边。 我总感觉我的乌龟被偷了,之前都有很多的,现在怎么就剩下这几个了? 这些石头也给它拿出来,在水里摸摸看有没有乌龟,还能摸到小乌龟哈。 刚刚摸了好久,终于把这只最凶的乌龟给找到了,这只乌龟可是会咬人的,上次就差点被它咬了一口。 现在把这些臭水脏水都给它倒掉,现在给这些乌龟洗个澡吧,我感觉这些乌龟身上都臭了,再不给它们洗澡的话,它们都要打架了。 多给它们冲一下,这个乌龟缸也用水多冲洗几遍,味道太难闻了,不多洗几遍,乌龟们会受不了的。 现在把乌龟们的晒台也洗洗,这个晒台味道也有点难闻,也不知道晒台该不该给它们换一下,你们说要不要给乌龟们换个晒台呢? 现在清洗好了,把晒台都放进乌龟缸里去吧,焕然一新的乌龟缸出来了。 现在把洗得香喷喷的乌龟们都放进乌龟缸吧,希望你们能快快乐乐地长大哦。 这些卡通乌龟感觉都没长大多少啊,难道是最近没给它们喂小零食吗? 挣下三只乌龟,赶紧进去吧,你们。 最后再给乌龟们来点水吧,不需要太多,一点点就行了。 给乌龟们换好水的新乌龟缸,看起来感觉好多了哈。 好几天没来看这个鱼缸了,怎么这个水都这么绿了,跟我头上的颜色一样了。 尝一口看看味道如何。 味道很正宗啊。 差不多说先把水抽干,等一下看看鱼缸里面还有多少鱼吧。 水已经抽干了,可以看到鱼缸里还是有很多鱼的哈。 咦,这是啥啊? 这好像是我之前养的电蛮啊,怎么领盒饭了啊?身上都长毛了,太恐怖了吧。 先给鱼缸里面大鱼小鱼都抓出来,感觉这些鱼都瘦了好多了,难道它们最近是在减肥吗? 还有这只大电蛮,幸好大电蛮没有领盒饭,不然我今天的损失又大了。 先把脏兮兮的鱼缸放在这儿等下清洗一下。 到后院剪一点小石头,等下放进鱼缸增加一些色彩。 剪了一大把的小石头,现在把石头洗干净吧,等下放进鱼缸里一定很好看。 差不多洗好了哈。 现在来刷鱼缸里,鱼缸都好久没清理了,四面八方都长青苔了,仔细洗洗,四个角落都得刷干净。 刷了半个小时,终于给鱼缸刷干净了,是不是焕然一新了呢? 现在把清理干净的石头放进鱼缸里去,还有一些也放进去吧。 现在给鱼缸放水,等下可以把鱼放进去了。 水装满了给鱼缸放回原位吧。 现在赶紧把鱼儿们放入鱼缸吧,接下来看看鱼缸吧, 换好水的鱼缸就是好看哈,辛苦了半天,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爱心吗?谢谢大家。 美好的一天从养鱼开始,先来喂个鱼吧。 怎么一来就看到我的宝贝领盒饭了。 一只鱼从小养到大,就这么领盒饭了,真的太伤心了。 这里还有一只小的也躺在水面上了,咦,不对啊,旁边又看见有一个宝贝领盒饭了。 两只这么大的宝贝就这么离开我了,我会伤心的,也没办法了,只好先把他们两个送回故乡了。 还有这个小的也是一样,出去抓点鱼吧,先换个托骸,你们觉得托骸好看吗? 拿上抓鱼两件套,出发抓鱼。 一来到水沟就发现水里有个不明生物,长长的,你们看,还会跑呢,有点像戴纹身的蜡条啊。 抓上来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啥吧? 它身上好滑呀,特别难抓。 抓上来一看,应该是一只电蛮吧,幸好这只电蛮没有放电。 快看,在这又发现了一个超级大海螺啊,这个水沟怎么会有海螺呢? 难道是有人故意放在这里的吗? 我看过别人在海螺里开出了珍珠,等下次有机会,我也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珍珠。 刚刚在这又发现了一只电蛮啊,躲在这里还差点没发现它呢。 咦,怎么跑不见了,幸好还是被我抓到了,这只电蛮也没放电,要是它放电了, 我估计都要领盒饭了。 快看,在这个角落里又看到一只鱼啊,这只鱼是太阳鱼,我之前也抓到过,太阳鱼身上很好看,七彩斑斓的,特别适合放在鱼缸里面养。 咦,这只太阳鱼怎么没反应了,难道被我抓一下就要领盒饭了吗?那还是把你给放生了吧,提上筒,收工回家。 哇,这个角落怎么有个乌龟在这啊?难道是因为今天出太阳了,然后乌龟出来晒太阳吗? 哇,今天的运气该说不说是真的好啊,在我回家的时候竟然被我捡到一个乌龟。 哇! 哇!